所以他容易消息别人 只要跟他 这里扁一颗糖 他直接就 以前就那个了 哇哈哈了 我不吃这个 如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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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现在 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我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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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个可能 我们在猜测 那个 我阿姨是不是小三 是不是我爸的小三 粉丝们有这个猜测 但是我估计不是小三 只是给我爸 扁了一个这个 塔了一个 这个塔在嘴巴里面去了 然后我爸就被他洗脑了 我爸这个人 他有时候啊 就是 人家跟他说什么 他就觉得是什么 知道吧 所以说这个一老爸的这个土地 这个坦坦还是不简单 能把我老爸都洗脑了 那是 有两项子 各位一老爸是有的比 这个怪不得 这个是他的土地 那么厉害 那在我身边 对吧 表白完 表白完 然后 跟我表白表白完 我不接受 就走了 把这把牛链吸走 我就走了 对吧 那现在牛链都吸走完了 我直播间也没什么人气了 他们还想干什么呀 对吧 牛链都吸的差不多了嘛 对吧 坦坦 一老爸安排他坦坦 卧底在我身边吸走了一包牛链 一老爸在我 在我身边挖走了阿子 又吸走了一包牛链 一老爸又吸走了一包牛链 还想干什么吗 难不成还想 还想 还说给我成为兄弟 这只有几百一千个人还要要吗 要就跟我说一说 我给你不就行了吗 对吧 我不知道现在一老板 有没有在我直播间 你想要牛链 你就跟我说呀 对吧 你觉得以前我 我一次次的 给到你们的这些牛链 还不够的话 你就直接跟我说 我直接把账号都给你了呀 直接把我这个27万的这个账号 直接给你 你拿去玩就行了呀 何必给我指这么多套路 没有必要吗 对不对 我去打购也可以吗 我带着我老婆去 去深圳馆州打劳斯也可以吗 你如果觉得 这个账号给你不够的话 你想要我的公司 也把公司也给你吗 对吧 公司其实 一个公司它不值钱的 值钱的是里面的这些人才 知道吧 像我阿伟业的这种人才 才是值钱的 知道吧 你说一个公司值多少钱吗 没有人了 你一个哭的 扣的没事 几百几千个这个平方的值多钱吗 就一个房租费吗 你想要你就拿去吗 对吧 我阿伟去带着我老婆去打过就完了吗 打劳斯 我一个月还是这个能这个挖把块钱吗 对不对 真的是 一次次的搞我 你看 从去年到现在 牛年也被你们吸的差不多了 我好不容易对吧 走到几千个人去 被你们这么一折我一下 匪师直接掉到几百个人 好不容易搞了 有个一年切了 又 又再安排一个卧底在我身边 又搞我一刀 又把我整个几百个人在那里 天天骂我 匪师们 你们这种真的太狠了 真的 你们这种是上匪师和我之间的感情 北来我的匪师家们很喜欢我 很爱我 我们都是有感情的 一步步的走到一起 走到一起一年一老 你们非要这样搞我 搞到匪师 我们直接搞到毛队 匪师们又恨我 巴不得恨死我 真的 人都不是 真的 这种人 真的 太狠了 你们比我大年十七岁出来 会的时候还要狠 知道吧 大年我十七八岁出来会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狠了狠 你们比我那个大年 我青春年黄的时候还要狠 真的 没想到这么狠 太狠了 给你们点个赵 给你们点个赵 太狠了 拿点纸给我 我希望以后 咱们一笔高销 一笔高销 以后不要搞我了 再搞我 再搞我 我就直接把我的账号给你了 你老爸 听清楚了吧 以后我希望你不要搞我了 你走你的白马路 我走我的阳光道 以后 希望你不要给我使这些招 也不要跟我安排卧底在我身边 也不要挖我的墙角 现在我公司里面还是有优秀人物 有优秀的人了 你不要再挖我的墙角了 虽然我的身边的 现在身边公司的人 我现在我身边的人 虽然没有暗子这么漂亮的女孩 但是也有比二子优秀的女孩 也都能 千万不要挖我的墙角了 听清楚了 没有 一老爸 千万不要挖我的墙角了 还有一点 尽清楚了 不要在意 不要给我设你的什么 土地这些 我知道你土地多 不要设你的土地 来我身边打卧底了 真的 你再给我设卧底 我到时候拿锤子 直接 哇哈哈了 清楚了 你到时候 我再发现 你再安排一个窝底 在我身边的话 我直接 直接拿这个锤 锤 这样子锤 直接锤掉 一天天的 有啊没我的 你还想给我当兄弟啊 我跟你当兄弟 我跟你当 你在 你 你 你2023年 搞到我现在 哦 又挖我墙角 又安排 土地卧底 在我旁边呢 牛年都被你们吸走了 对吧 还想怎么样 我的人生被你们打了 说我是阿伟是个欢喜男人 哦 杀害人家女孩子 一天天的 我是一个比较真实的男人 知道吧 所以当时我都发火了 知道吧 挖我掐脚 挖我掐脚 阿伯 我抵在我身边 我的人气 搞成这个样子了 现在还要想怎么样啊 直播就现在 还有几百一千个人 你要不要嘛 你想要 你就直接跟我说嘛 不要说 给我又想搞什么花样嘛 又说 又说给我成为兄弟 给我挤拜兄弟 还挤拜兄弟 我就说你不会这么看 看得起我阿伟这个人呢 肯定是想 想搞什么花样 还给我挤拜兄弟 挤拜 不过一个星期 到时候我的国师都 把你的名字都洗在 我的国师没下了 知道吧 再挤拜一下 我的房子都变成你的房子了 真的 我的天哪 再挤拜一下 我的车子都挂在你的名下了 车子的名字 不是系阿伟的了 是系印的了 挤拜挤拜 挤拜啥嘛 挤拜 我说话比较直啊 家里面我说话比较直 对不对吗 我希望 我希望 那个一走啊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在我直播间 如果你现在不在我直播间 我相信你的徒弟也会在我直播间 因为你徒弟多嘛 你徒弟可能都有几十个人嘛 都在我直播间 他们也会告诉你的 我在这里卡掉你一句话 你可能想 让我跟你见个面 但是我没有戏 没有戏情跟你见面 没有戏情跟你见面 真的 然后呢 我告诉你 以后 你想要我的牛娘 你跟我说一声 也不要给我来搞什么花样了 不要给我 不要跟我弄全套 全套 不要套路我了 你就说 阿伟 我想在这个乐山 会得风生水起 你不要玩瓦络了 你不要抢我的饭碗 你自己 你这个账号就给我吧 我就说一声 我就给你了嘛 大不了 我换一个平台玩嘛 我不是这个抖鱼平台玩了嘛 有北市的话 在哪里都可以玩得起来呢 没有北市的话呢 玩哈哈的 对不对嘛 我还说那句话 有北市的话 扎在高的地方看下面 没有北市的话 在下面看上面 就这么简单 对不对嘛 我就让给你玩就行了嘛 哈哥 我搞这么多花样 是不是嘛 或者你想要我的公司 我带着我的员工们 去打牢私讯嘛 把那个名面直接转给你嘛 就完了嘛 一天天的 搞这么多花样 你们家们 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 来 直播也1600人 阿伟说的对的 扣个一 来 觉得我说的有道理的 扣个一 太累了 我这个人 我的性格就是 心里有话就说出来 不说出来 我心里就难受 知道吧 我一般我很安静的 我不想就在网络上 去说这些事情 对吧 你不想去说过去的事情 但是在我心里面 这个梗过于不去 我以为都跟一老板成为兄弟了 结果跟我走这么一出 我真的过于不去 心里过于不去 谢谢点赞 谢谢 咱们没有个把一 不说了 家人们 不说了 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从今以后 我们自己追 就行了 我在这里说这些 人家还以为我捶 你自己捶 你还 你自己傻 你还 你还 好意思说 对吧 所以说呢 只能怪自己 自己不够清醒 知道吧 所以不怪任何人 家人们 咱们没有关注板一 咱们念几的 同念几 给同念几点点关注 还有我们的拔 拔是我们的 这个菜几 菜几 也化头笑了吗 菜几 感谢我菜几 还有我们的把三 对 把三 把三哥哥 感谢你们的 大力支持 谢谢 给我把三回个关注 家人们 来 给把一拔 把三点点关注 然后 你不是一 一组的对手 对 我不是他的对手 我认输 我认输了 我跟他玩不起 我认输了 我认输了 接二伯 我认输了 谢谢点赵 谢谢 对 二伯 亏了吗 亏了就躺着吧 他一会儿还要给做胎心 做胎心 你躺着醉 一会儿就睡觉 这二妹 我今天带我干妈去看那个乐莎大福了 我干妈这两天也在乐莎这边 然后呢 我今天呃 带着二妹 说一晚 说完之后 我就去 二妹让她一个人在家号里面 因为她现在 她这两天肚子不同了 然后她一个人也能照顾好自己的 然后我带干妈去看那个乐莎大福了 我给他拍了很多照啊 别来刚才说发给他 我以赞马就没有来得及发给他 我的我带他去那个看那个乐莎大福 但是今天特别热哦 我都晒黑了 特别特别的热今天 谢谢啊 谢谢家人们 感谢你们啊 有时候呢 我说话有点 就是有点直 然后有点难听 大家也不要介意啊 这是 这些话呢 也不是对我的粉丝家人们说的 是对 那些该 该 针对的人说的 对吧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呢 成小都不说的话 我也有也都不会知道这件事情 既然她说出来了 这件事情是一个真实的 那么我觉得 他们 一走他们应该给我一个 给我们韦杰去见他们一个交代 对不对 你们说 不给我们一个交代的话 我们心里面有也都 过不了这个坑 对吧 因为事情已经弄得飞飞扬扬 对吧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 我觉得 我是一个受害者 我 但是我 我能承受 但是我的粉丝家人们不能承受 对吧 所以我觉得应该 给我家人们一个交代 不是 你看 我说了吗 一老把 一走 这个一走一直在我直播间 我没有说错吧 你看他来了吗 他给我收了个粉丝灯牌 我说了吗 所以说 不只是现在在我直播间的 不只是他一个人 他徒弟也在我直播间 可能 好 等等之类的 我今天 我今天 北来我不说这些事情了 但是我有点生气 心里有点难过 因为2023年 我真的很难过 知道吗 我真的这些气 我憋了一年了 一年两年已经过去了 我憋了一两年了 我憋不住了 所以我就很生气 知道吧 小的就是调报令 那一件 这个家人们 有些东西是需要证据的 有些东西是需要 这个不是说谁说什么 就是什么的 知道吧 也不是说陈小多说什么 就是什么 也不是说 一一一一走说什么 就是什么 知道吧 这个是需要证据的 是需要 需要一个结果的 知道吧 嘴巴说 谁都会说 对不对 主要是结果 我们看结果 好吧 小多人品好 我不知道他人品好不好 我跟他不熟 平时有看到过 有刷得过他的直播 他应该也刷得过 我的直播 但是呢 今天第一次给他连卖 平时有刷得过 他们的直播 但是呢 今天他说这些话 我觉得他应该人 人人不错的 今天他说这些话 一方面呢 也是可能是他跟一老板 有点有点毛对 所以就那种 所以就有那种 但是呢 一方面呢 确实他说的 可能也是真实的 因为如果他心里 没有一点底 没有一些真实的 证据的话 他不会说这些话的 因为我们做人 对吧 说话要负责任的 作为男人 说话要负责任的 对吧 不是说想说什么 就说什么的 你有一定的证据 有一定的 足够对吧 常常才会说这些话 所以我今天 有点生气 你自己都感觉到 对啦 我自己都感觉到 其实啊 那个 陈晓东这么一说 陈晓东这么一说 然后呢 我就 我就 陈晓东还没有给我发这个证据 我就已经在怀疑了 我就已经在回忆 这个 怎么认识的 怎么来的 怎么结束的 我这个回忆一想 我就懂了 我就不需要他给我发证据了 家里面 我就懂了这个事实是真实的了 因为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觉得 真的 我觉得如果说不是一老板策划的话 不是这样子的结果 所以不需要陈晓东给我发证据了 所以我才这么生气呢 我才说这些话呢 知道吧 我不需要陈晓东给我发证据了 家里面 他可能也有证据啊 他没有证据 他不会这么说呢 他也不会说这些呢 但是呢 不需要他给我发证据了 因为我 这个回头一想 以前我是没有想到会这么一回事吗 我没有想到 万万没有想到 那肯定拿证据嘛 证据我还是得要嘛 我证据还是得要 但是我的意思 证据不要 我也回想一下 我就能感受到 他说的这些 是真实的了 因为我觉得 我以前就在怀疑 我觉得有点不对头 如果 如果 对吧 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呢 肯定是有人搞鬼 我是一直都这么想 知道吧 只是那个时候我没有证据 所以我也不敢说什么 我就认输了 我没有证据 对吧 因为我没有证据啊 但是现在 承晓得这么一说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我就 我就敢肯定是 是有那么一回事了 知道吧 陈小多 平时他做人 我不了解 也不想了解 他平时做人 做事 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知道吧 好的 jim